说起来炒饭很多人都会 但是今天这个炒饭可不简单 首先将红萝卜 然后洗净削皮切成末 黄瓜也是一样洗净切成末备用 然后咱们取一点虾仁 用水轻轻煮熟 煮熟以后淘凉 切成这种大丁的状态就可以了 今天咱们做到的是用蛋黄酱来做炒饭 这样炒出来的炒饭才会更香 不仅保持了传统的口味 第二也会增加蛋黄的香味 也属于一种新型的创新炒饭 今天咱们准备的是一个提前做好的一个剩米 最好选用香米 然后咱们先将鸡蛋蛋清蛋黄分离 放入一个蛋黄 将米呢蛋黄还有咱们的一个蛋黄酱 三样呢抓拌均匀了 然后呢锅内倒入少许的油 等待油热以后放入蛋清 轻轻炒制 炒制成浮容状态以后 然后放入大出沫 小火炒制炒香 然后倒入提前拌好的米饭 小火慢炒炒香炒散了 炒制时间久一点 这样的话米更散更香 放入事先切好的胡萝卜和黄瓜 然后放入虾仁 小火炒制 炒熟以后放入盐和味精 其他的调料都不用放了 口感绝对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特别的鲜 炒熟以后呢放入香葱 香菜即可出锅 一定要翻拌均匀 这个时候味道就出来了 扑鼻二来特别的香 用一个马斗呢 盛入咱们炒好的米饭啊 轻轻压实了 将做好的米饭呢放入盛气当中 翻好后呢 然后轻轻翻开 好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炒饭就做好了啊 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啊 拌着淡淡的蛋黄香味 还有米的香味啊 真的是特别的不错 如果你喜欢 赶快试着做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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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